大家好,我是李杨 上个周末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周末 鸟山明老师离开了我们 今后的龙珠超,勇者的龙就没有老师的参与了 实在是有一天惋惜 但从他的角度来说,也终于下班了,可以轻松了 看过豹曼王的动漫大家应该都懂了 漫画家实在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职业 我也想顺着这一个聊一聊能够击败绘画人的三个超级大boss 希望大家能在绘画学习好或者是今后工作里都能很好的应对他们 当然,我目前其实也饱受这三个boss的轮番攻击 但每次击到我,我还是会想办法站起来 希望能够站到最后 那么第一个boss呢,就是时间 时间对于绘画人来说是最平常的 他能够成就你,也能够击败你 我们学习绘画是需要时间很长的时间和思考 才能获得成就的 如何分配时间绘画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从每次练习的时间来说 既可以每天一小时 每天四小时 也可以每天十小时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能力 接受力 思考力 每天用多少时间画画能够达到的练习效果 必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一般绘画课程都会以完成一张作业为标准 完成质量较高的绘画练习 才能在创作也好 学习也好 获得进展 所以可以简单来说 只要时间够长 你就一定能达到一定的绘画实力 但我们生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事情 吃和玩乐 还有各种意外 还有别的学习 工作 休息 都会让绘画时间完全不够用 那些琐碎的事情 或者生活 必须要去处理的事情 会明明白白的削减你的练习时间 就必然会进步慢 或者很长时间才能画出一张满意的画 还会拉长你达到 你所想要达到的绘画目标 而且绘画不是一种 学会了就完全不练习 就可以拥有的一种技能 如果你长时间没有进行绘画练习 那么就算你之前有多厉害 都会变得非常差劲 就比如我大学念的设计系 纯绘画就已经变得很少了 更多的是一种审美和商业类的意识提升 当我大学毕业又想绘画的时候 才发现技术其实已经不太乐观了 好在之前的底子比较厚 可以自己训练自己 但后面五到六年 都无法有一个长期的练习时间 成长也非常有限 直到我彻底想完全投入这个职业绘画 才又重新开始慢慢成长 所以我想说的是 画画的进步时间 练习时间和保持绘画的时间 是需要保持一辈子的 绘画作为一个会衰退的技能 会过时的技巧 还有你会过时的审美 是需要不断给它充值的 就像一个无底洞 因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审美升级 你需要不断的练习 复习学习 不断的更新自己 它不像别的工种 光靠熟练度经验 就可以好好的持续下去 很多人都会在一到五年的一种不能持续绘画的时间里 绘画技能下降 然后就不想画了 或者是说本来就不是职业 然后也无法取得绘画的快乐 那也就不画了 那么这就属于被时间给打败了 说到这里 包括我自己有一段时间都是有那种 无论如何都要去坚持画画的这种想法 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太对的 因为要画好或者取得一定成绩 一定不是靠长时间的坚持获得 这太痛苦了 绘画应该是一个很自然的行动 就像吃喝拉撒一样 要荣有你的生活 这样才不会被时间打败 所以无论你是职业还是爱好 绘画这种行为应该作为你的日常 或者是生活的一种必需品 这样才不会被时间打败 这样才能够获得绘画的快乐 第二个boss就是金钱 如果很穷是很难画好画的 穷会影响到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看到很多作品 都是作者描写在成功之前 也很穷 但无论如何他的穷都没有影响到 他自己的练习创作 比如虽然很穷 但是吃喝住都有人帮忙负担 只是吃不到好的 住不到好的地方而已 还有的地方时限很高 只需要每天工作不长的时间 或者每周 只需要工作一些时间 就能获得足够生活的钱 可以支撑练习和创作 这种穷其实都不算真的穷 真的穷是你要担心下一顿吃喝 下一个月房租 还有很多比如无法兼职 找不到兼职 又或者说坚持太累 时间太多 根本无法空余出时间画画 一旦出现出这种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撑的画画 就会让画画这件事情变得非常功利 一旦画画变得非常功利 就会失去对绘画本质的理解和追求 从而导致进步都非常困难 所以在过去有很多画家画师被饿死 或者是非常穷困潦倒 就是浪迹街头最终也没有办法创作 有时候更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就是你要讨生活 所以你就要需要用额外的时间去打零工 或者你要去摆摊 或者你要去画非常低品质的绘画 也许要经常为服务别人而妥协 而因为你本身也因为各种原因 没有得到好的锻炼机会 那么就会要么画技停止不前 要么没有好的作品让人发现 要么或者你审美没有提高 所以就变成了越来越没有好的收入 又没有好的作品 慢慢的就会陷入到这种 又没钱又不能创作 然后就不能继续绘画生涯了 所以有一笔能够支撑你持续创作的资金 是非常重要的 充足的资金能够让你获得良好的教学 让你能够更自由的考虑传达自己的想法 能够让你熬过那些不被人承认 不被人看到画技稀烂赚不到钱的日子 所以一定要珍惜不需要自己讨生活的日子 在这些日子里多钻研多进步 现在当然比过去的谋生方式多了很多 但随着近年来的经济危机 也让AI啊 行业不景气啊 渐渐又回归到那种原始的画师讨生活的时代了 所以尽量不要让自己处于一种非常艰难的生活状态来学习画画 或者努力创作 这很容易让人精神崩溃 这种时候每一张你画的不好的画 都会成为压死你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这种状态下人的脑子是无法安静的 那么对于绘画练习或者创作来说 产生的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正面影响 要么越画越烂 要么什么也创作不出来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最后一个boss就是我这一期最想跟大家分说的 那就是健康 最近有太多的画师画家 因为猝死还有或者是一些心脏原因之类的这种病 或者还有很多最常见的有一些健康员什么的 这些这是最常病的 还有很多因为年轻的时候努力落下了病根 导致需要调整创作步调的 现在商业绘画要求画师们水平高效率高 就像打印机一样 每天都能获得新的图片 每天都能看到新的连载 年轻的画家要非常非常的努力 才能进入商业绘画的圈子 而老画家也要不停的接案来保证自己的生活 或者是保持自己的水平 那么就造成了当代画家的超复合工作 特别像漫画家或者动画师这类高强度 但薪水普遍又比较低的工种 让健康问题更加写霜加霜 画画本身就是一个超高能运转的脑力活动 再加上身体的损耗 比如手腕脊椎的损耗 画画的时候 你不仅要思考绘画规律 还要想创新 还要符合甲方或者是受众的需求 还有美感 还要控制身体来让画面符合美感 虽然说这样的行为 对于一个成熟的画师来说 就好像呼吸一样自如 但这些脑力实实在在的都是在运转的 手是时时刻刻都在用的 就好像长跑 很多人会表示一旦长跑到一定程度 跑步就会变得简单 但是就算简单 如果你一直跑一直不停 那么腿总有一天都会跑断的 心脏总有一天也会爆炸的 所以画师的脑力和体力消耗也是一样的 但更可怕的是 比起跑步 画师的这种脑力和体力消耗更不容易察觉 而且在很多人的眼里 这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而且还会被人称赞 你非常努力 你是努力家 但实际上对于健康来说 这是非常不好的 其实我个人也是 刚准备进入职业画师的时候 因为穷和长期的空挡期 还有巨大的心理压力 但是当时并不觉得 而且还吸烟 不怎么运动 结果的就是因为心脏问题 进了医院 差点就挂掉了 还有很多别的慢性病 比如视力变差 血压高等等 导致我现在每天都不能工作过长的时间 或者做过多的工作 所以希望你能够好好地分配你的绘画时间 协调好健康的生活 当然作为一个创作者 要想完全自律也是很难的 但至少要分配好休息和运动 特别是尽量不要做那种 一年我要成为什么样什么样的 两年我要成为什么什么家 我要成为什么漫画家 我要成为插画家 做这种短期强烈逼迫自己的计划 尽量不要让努力这两个字蒙蔽了自己 说实话就是一旦人没了 什么也没有了 一切努力就白费了 所以当我面临死亡的时候才想到 我还有好多游戏没玩 好多电影没看 还有好多话没话 不甘心啊 所以放慢步调 你可以没有那么努力 你可以画的没有那么好 但只要你能够一直健康的生活着 比什么都重要 只要你能够活得越时间越长 那么你一定能画好 所以当你觉得什么事情开始吃力的时候 先缓一缓 让自己更放松 过两天再来继续 也许结果会比死磕要更好 好 谢谢大家